《香腔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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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是老傳產 它也是在城市凡途的時候 它不叫城馬布豆腐的時候 它就有這種產 它就是微辣微酸微甜 作為中藩人來說 它是很受歡迎的這個豆腐 大師的菜加上的味 我是從馬布豆腐的第七來傳染 我叫王林菜 從事馬布豆腐這麼多年 我對豆製品的做法很有感情 它的豆腐系列的菜 我們可以煮上兩三百種 香腔豆腐它也是老傳產 這個菜為什麽它會在大眾的面前吃得上 還有一般的飯店也不煮這個菜 因為它確實比較麻煩 這個豆腐就要辣 為什麽呢 因為這道菜它必定是要下鍋炸 要定心 它要掏心 如果嫩了它就沒飯了 它炸的時間就多 還有一個也容易生化 好 油溫在120-130度 然後下鍋炸 炸成金黃色烙起來 然後再掏心 它以後的餡料就是 一般就是用了豬肉 鮮菇 給冬筍 這三樣 然後把它再融 然後再把我們所拌好的肉 灌進去 你還可以灌出一根 灌雞肉 都行 這個餡料就不得特地的要求 你想灌什麼進去都可以 再用蛋漿封口 再用蛋漿封口 我們就是要用豆腐 豆腐它沾活力又不夠 那麼就要加一片雞蛋 然後下鍋 它一受熱度 它沾活力更強 所以因為它的形狀就像 像一個木箱 所以去面叫像像 因為一條要裝東西 木箱一條就是裝東西的 你不能太小了 火太過濾太小 它叫清油 它的油就叫鑽進去 一般就是保持到油溫 一般是在一杯五至一杯八十五之間 炸了千金黃色 然後等它整個豆腐都飄起來 它就肉就酥了 如果它沒飄那麼肉 證明它的肉還不太酥 它的味性你將根據它的效來變化 它的味性你將根據它的效來變化 我們是廚人 鵝魚香味 鵝魚香味它很代表川菜 它適應的人群比較廣 先把火灌下 下泡辣椒 加一點豆瓣 它是增加辣度 增加色度 放姦 薑米 然後再加入蒜 我們又再喝到炒 首先要加上炒 在加附近人家做 取一個小碗 把所有的料 量比例先把它炒好 用筷子把它攪拌 再上一上 炒天 等到火十二 然後再把它打入鍋 然後再炒 它是叫褲和蚊 任何一種味道都不能打 實際上為啥是它叫魚香 薑蒜米 實際上這個都是在我們四川地區 就是我家父人家拿來燒魚的 那麼就是它的味道燒出來 它就給這個燒的魚的味道 真正是防鱔魚的味道 很解決 實際上它並沒有防鱔 它吃起來實際上就是外縮 淪然 然後天然酸 酷感 你知道嗎